俗话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这一点用在卧底身上绝对是最恰当的 除了内心深处需要牢记自己的使命外 这些卧底在所有方面都要表现出一种与以往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却非常困难 实测显示真正适合做卧底的人可谓是万众无一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种能力 还不如说这是一种天赋 而美国的最胖卧底 加西亚就将这种天赋发挥到了极致 说起加西亚的26年FBI职业生涯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这其中有24年他都是在从事卧底工作 别说敌人发现不了 就算当时他回到FBI 很多人都有一种多年的敌人摇身一变成了同事的错觉 这足以说明加西亚的天赋异比 在职业生涯结束以后 56岁的加西亚正式退休了 要说到熟识他的人 对他的印象 很多人都会提到他那肥胖的身躯 关于这一点加西亚在他的自传中也有提及 他说因为人们对肥胖的人的警惕性要比对那些瘦弱精干的人的 警惕性要更小 所以这只是他刻意制造的一种障眼法而已 果不其然因为他憨厚老实的外表 他的卧底生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中最成功的一次就是他居然当上了黑帮的二把手 若不是警方想让黑帮老大在临终前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么他为老大最后都将自己的位置传给了加西亚 这也成为了他卧底生涯中最传奇的异比 加西亚认为作为一个精明的卧底 必须是擅长在细节上下功夫的人 因此他从体型口音每一个动作都做到了尽善尽美 这才是他多年来无懈可击的关键 这一点与我们经常提到 细节决定成败有着高度的相似 所以我们应当从中有所启发